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三进五 像三进五 这些会出现的多一些 马二进一是进行点比较流行的一个变化 对 我看郑藤你好像也特别喜欢走这一路这个变化 尤其布局阶段走个马二进一 或者是你挨下这种平炮在跳马之类的 对对对 应该是对这个布局有一定的心得研究 对对 个人来说比较喜欢 这个开局它的特点是指力出动比较快 加上它的开局的变化余地比较大 我个人这些年也是在很多重要的比赛当中 也是都有采用过 当时刘老师是怎么应对的 刘老师临场是选择一个很少见的一个变化 一般这个棋应对的比较多的呢 一种是走这个G9进一 直接把G亮出来 对对 还有一种呢 是走这个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 那刘老师呢 他采用了一个马进三 直接跳了一个双正马 对对对 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变化 我选择G进一 正三出子的 刘老师主九进一 我这个时候呢 走了一个G一平四 在这个之前的对局当中 在这个万阳特达跟王天一特达 他们跟刘老师对局当中呢 他们是选择了这个向七进五 然后刘老师走马进八 然后红旗在马七进六 马四进六 对对 黑旗在主九进一 红旗兵一进一 黑旗G9进五 红的G平六 这要保马 他们两盘旗呢 之前都是下持了这样一个局面 由于这盘旗呢 是快旗 加上我当时呢 因为对这个开局也没有什么研究 所以当时是不愿意下持之前的这种变化 因此选择了一个G一平四 求变 就先居站到这条类线 对对对 我先走了个G一平四 也是防止 就是不愿意黑旗很顺利的马七进八这样子对子 对对对对 刘老师当时是走了向三进五 走了向三进五 鼓励手向 巩固这个旗行 我也走向七进五 你也鼓励手向 刘老师这一朝旗走了这个竹三进一 这一朝旗是当时在这个临场当中呢 也是很出乎我的意料 其实这一点呢 其实我也是觉得 这真的是很多时候也是要需要向这些老千分们学习 其实他们在比赛当中呢 这种比赛的策略性非常强 总是会选择一些 像我们这个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一些招法 打乱这个我们对棋局的一种 临场的一种感受 或者是就是希望能够这样局面 导入我们自己不太熟悉的 对对不太熟悉的领域里面 是 尤其这个对足 一般我们大家也都认识到 这个哪能开局用高相对足 对对 就是给我们的 就是老师小时候也教我嘛 这祈礼 就是你这个飞了个高相来吃足 好像是损失了一些部署 但是就是说 由于这是一盘快戏赛 吕老师这种经验很丰富 他就是故意选择这种 非常冷门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手段 可能就是想打破常规 对对对 然后不让你走向你熟悉的这些领域 对对 这个时候我呢 这个时候因为没有什么选择 也就走了这个B7进一对调 直接对调 配方向五进三飞调 因为刚才这个变化呢 有些出乎有意料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在这个临场选择的时候 选择了居酒平七 直接 这一刀棋呢 是在这个马后长居 是希望利用这个黑方 三路向的高相的一个弱点 然后实现自己的一些战术计划吧 但是从这个赛后来看的 这一刀棋效果并不是太好 是 但是感觉好像还是挺有针对性 因为下部可以马七进八 马七进六 对对对 那你觉得这棋除了居酒平七以外 还有什么考虑 当时呢 我临场呢 也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就是走这个泡后居三 泡后居三 那黑方可能会 马七 对 马七进八要跳出来 马七六 这样跳 这样呢黑方可能会补一招棋 比如说向七进五 对 可能会补手相吧 这样子你G9平七出来就 不能这个居路就不通了 对对对 所以补个向七进五 那这个时候呢我可以走这个G4进五 准备这个平G抓双 但这也是一个 一方面呢是破坏黑方的气息 一方面以后有机会 你可以通过这个马吃黑方的宗族 或者是马六进四 有很多进攻的路线 那黑方如果泡二斤打你军 你是需要走这个马六进七跳进来吗 对对对 比如说你是能够抢先速度 来对黑方这个兵线进行一些骚扰 对对对 因为这个如果说这样比如 进方打一局 我走这个马来进七 以后呢就有机会通过 比如说像进去抓炮啊 马灯中向一些战术机会 对 所以他可能也不太敢 这个进炮打你去 对对对 但是你也担心你马路进五 如果说局面如果发展成这样呢 可能这个红方在这个局面上呢 就先手会处于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局面 有一些进攻的方向 但是我临场呢 当时对这个局面 其实估计的不太准确 加上对这个 自己选择这个居酒瓶七 有点这个乐观 所以判断出现了一些失误 对 直接走了居酒瓶七 看来这个就是说 你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 要走这个泡二平三 把黑方这个屏幕马的这个阵型先打乱 对对对 让它这个子力都走得很偏 你想你挑个外马以后 我就正好就多了一个进居的一些线路了 对对对 而且我马七进入还有马六进四这个点了 这个想法就非常的好 对 其实当时我走这个局面屏七 其实是有点异乡情愿 当时是觉得自己呢 有这个马七进入八 特别是这个刘老师呢 他现在不能走这个向三退五 我可以马七进入八 对 我们可以给大家演变一下 试一下 向三退五 试一下通过来这个队炮 如果交换掉炮以后呢 红方是一个先手 抓到黑方的这个三路马 那黑方呢也是这个骑行呢 就比较难以调整 主要是这样子 主要争吐一看 你两个鞠 然后子力都出来了 然后红方好像就只有一个弱马 但是黑方好像两个鞠都没出动 然后这样子就被你抢先攻击他的这个三路马 那黑方肯定是不乐意的 所以说黑方这个 刘老师这里他也没有选择这个落相 对对对 但是刘老师那时这一招起下得非常好 刘老师选择了这个四十进五 先补手势 对 这一招起呢 那就是让我这个战术也就落空了 那你再马七进八呢 对 这个时候我也可以选择马七进八 这样炮二进五对调 这样子换掉 炮二进八打过来 黑方再向七进五 反正这样子就是我飞个高相 虽然我高相有点问题 但你暂时对我高相没有一些攻击手段 对对对 也是把你的七路局给封锁 对对对 这样对 但是一个是 红方可能在黑方的阵性当中 难以攻击到黑方的弱点 加上这样就会进行一个转化 当时可能不太愿意 不太愿意 这轻易地简化 尤其你是红方 所以说想要把局面走得更复杂一些 这可以理解 武力手试以后 我走了这个泡瓶三 但这个时候泡瓶三就会 确实显得有一些迟缓 是 那黑方还是要马七进八提上来 我这个时候选择马七六 黑方也是 选择七进五 对 不像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显著的一个区别 就是这个时候如果红旗再走这个 局四进五 黑方可以局平四抓马 这样子多了一个捉马的起 对对对 就等于说你局九平七跟黑方试四进五交换了 对对 加上黑方这一招去补了试以后 红旗以后也没有局四进一的一些手段 对 红旗就少了这种很多的战术进攻的机会 是 所以你不太愿意这样的一个走法 对对对 当时我没有这样选择 当时我是走了一个这个炮三退一 这一招其实就是目的呢 就是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止黑方试九进一 比如黑方试九进一呢 使这个黑方的这个可能直立结构呢 可能有机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 但是呢 这一招期呢 刘老师也是印得非常好 没有给我任何的机会 嗯 这个刘老师也看得很清楚 不可能说把你的马给放活 对对对 刘老师先走了这个局九进三 先守住自己的这个冰线线 不给我这个局四进五啊 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的 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个棋局发展到这里 其实当时跟我的这个心理的预期 其实差别很大 嗯 所以在开局阶段呢 自己自觉的会有一些优势 嗯 但发展到这里呢 其实看到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进攻手段 啊 加上黑方的阵型呢 也非常的厚实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时其实有一点的想法是 希望能够虚度进取吧 希望先把自己的驾驶走稳一些 嗯 但是这个从比赛之后来分析呢 其实我这个时候可以考虑走冰三进一 嗯 主要我觉得可能是 是不是你就是按刚才我们说法 就是你总觉得这个黑方飞高向 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但实际上刘老师这个下的非常的老链 他能够把这个你的这种 看似有些公式给化解掉 嗯 所以说走了一个这个 你也没有选择这个 你就意思说你现在应该选择冰三进一 对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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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那那黑方可能会阻捕冰一吧 对对黑方阻捕冰一吧 我能把这条线给放弃 对对对我这个时候呢可以走炮八瓶三 叫杀 杀齐的话那我是不是得炮八瓶七 喜欢什么防守 对对 可能会泡一平七 这样顶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会再走这个马六星四 这样通过一个 弃兵的一个战术呢 给黑方制造一定的压力 这样呢也是 争取在黑方的阵型当中 能制造一些弱点 等于说您也是 通过这个战术手段 把黑方的这个九路鞠 也封锁住了 对对对 而且这棋 黑方也有一定的压力 看着 这个兵能赶平吗 平的话这就还换子 哪还回去 如果平的平竹的话呢 这个时候我可能可以 用炮去敲掉 炮敲 也是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你马八推七 马八推七吃回来 这个时候我可以考虑 走G4平 或者是简单一点的 就是走这个马斯推二 再把G4进三再撒上去 也不错 对这样子的话就是 你还是控盘的一个阶段 对对对 所以说 所以看出来比较满意 对这个足 它但是它不平足 这个还得去考虑 但是说不管怎么说 你能把局面走得更复杂一些 对对对 但实际上没有这么选择 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这个思路 这有一个弃足的一个手段 所以说实际上没有选择 走的是 G4进三 对 掌区 但是呢 其实是有一种 比较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黑方 如果说 马三进四踩区 都会在去世进一 对啊 这肯定是 马上就是踩你一下 正好又掌一步 那等于说我这马没地儿走 对对对 他这样也保不了 对对对 G1平4保 正好有一个 对对对 啪啪瓶六痴子的棋 所以正好这个马三进四 这个眼光招是不行的 对对对 当然这个时候 刘老师呢 这个时候是下得非常好 当时我们 因为这番棋呢 是会计赛 而且刘老师 也临场也是下得非常快 行棋速度也非常快 对 在时间上呢 也是给我制造了 很大的一个压力 这个时候 刘老师也走得非常果断 走了泡二平一 走一个泡二平一 准备来这个 G平二量G 住在你这边 那你这个怎么解决 对当时泡二平一呢 这一招棋 也是有一些出乎的意料 是的 我又是再重新来 做一个计划 那当时呢 这个棋呢 我的第一个呢 是走这个马六进七 先跳进去 这么跳进来 对 那黑帮给你G平二 先亮出来 对对 我当时在走马七进九 我灯泡 灯泡 黑帮下站退一 下站退一吃掉 我在走这个泡八平六 通过这个马换泡 来进行一个转化 但是当时临场呢 其实心理上不太愿意 因为对方棋呢 是走先手嘛 还是希望能够 下出一些变化 但是直觉呢 会觉得这个棋局 比较平稳 但是其实 赛后仔细分析呢 其实如果说能下成这样呢 其实红方还是比较满意的 是的 因为红方的自己正习 没有任何弱点 相反呢 黑帮的棋行呢 会感觉到有点压力 是的 那你可以就是 但是你又不愿意用这个马 这个马 就觉得马特别好的一个位置 对对对 不太愿意去换 走了一步的跑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下了一个马六退八 对对 我下了一个马六退八 其实这个当时是 主要是一个目的就很明确 就是希望能够用马去换线 但是 这个马六退八 看着很凶悍呀 这个我们就是 我们好时候小时候 看一些古谱 经常说 一马换双向 骑士必英雄 尤其是自己有两个炮的情况下 所以现在到这个终局 这个双方一个大紫眉换的一个阶段 红方有一个 一马换俩向的机会 所以说看看 其实我们 这个您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局面 稍事休息 我们马上回来 给大家带来 后面的精彩的对局 好 请请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 继续看这个精彩的对局 走到这里呢 郑特你做了一个马六退八 对对 这个来势汹汹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刘老师是怎么化解 对 当时 其实当时我在临场 看到这个马六退八以后呢 其实心里还有一点高兴 因为当时觉得 黑方其实这一招 其实似乎很难应对 没有太好的化解办法 但是吕老师呢 临场在非常短的时间以内 也就找到了非常好的应付办法 吕老师这个时候 选择了组五进一 当时我一时之间呢 还没有看明白 这一招棋的这个目的 我当时呢也没有多想 就是还是选择了 去用马去换相 对 用马来这个吃相 黑方肯定也得飞掉 然后鞠取上来 这个时候呢 吕老师没有走这个最直观的 这个马三进五来踩我鞠 因为如果马三进五呢 我可以顺势着 鞠西进一 这样可以牵住黑方的军马 可以取得一点优势 就正好还有抛八进四的棋 对对对 抛八进四 所以他肯定不会马三进五跳 对 这个时候呢 吕老师下得非常好 而且这一招棋呢 也是出乎我的意料 在我这个计算范围之外 走了这个马八退七 这个马就是前面 跳出来现在又退回去 对 这样能使这个棋型 达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架构 是的 而且也防范你 抛三进四打足是个闷弓 对对对 然后两个马从中间还能连环 对对对 就下得非常冷静了 对 当时下到这里呢 其实当时我自己心理上 也感觉到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前面呢 是跟这个计划了 这个戏马换双线 但是现在棋局 现在形成这个局面 跟自己的这个心理预期 差别非常大 加上吕老师前面一段呢 都走得非常快 那就在时间上呢 也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这个时候呢 我临场是选择了 居屏屏五刺中足 是希望能够刺足 来取得一定的补偿 但是晒后来看呢 这一招期 其实走得非常差 可能就是说 你当时必须你少个子嘛 少个子就要尽快 这个得回这个物质力量 其实也可以理解 尤其吃足 还要继续来扫足 感觉威力也蛮大的 但可能也没有想到 这个吃足 可能是本局 非常糟糕的一步骑 对对对 但是冷静的走法呢 就是说相对来讲 就是更合理的呢 冷静的走法呢 这个时候 我可以选择冰三线一 这样对冰 那它可能会 蹬你一下的话 你就进一 对对对 那出去捉的话 我就走泡滑瓶六 泡滑瓶六 就等于说 你希望把这个路打开 对对对 这样子还是有一些 复杂的一些 对对 如果我们把这条线打开 这个三路炮 就可以发挥 这个很强的一个作用 以后有一些散机 作杀的一个手段 但棋局呢 还非常复杂 一时之间 可能还很难区分这个优劣 但是我当时下的 狙击瓶五 吃料中足 这一招棋局 就落入了后手 那正好让黑方 狙击瓶要捉炮 对对 我就走泡滑瓶六 泡滑瓶六 先手出内道 然后狙击瓶四 又捉了一步 对对 又要是走到这个 狙击瓶四抓炮 这一招棋呢 其实下的也是 很细致 对 因为当时呢 其实在我的这个前面 的判断当中呢 是看到黑方 如果走这个马三进五 我有一个炮六进四 对 打狙 可以破坏黑方的阵型 黑方如果炮八进 那红方有这个 狙四进二 对 黑方这样的 可能正系上 会有些问题 但狙老师这个 在很快的时间以内 就吓出了这个 狙二瓶四 不得不说 狙老师在这个近期 真的是状态非常好 之前在这个 元老赛 包括这一次排位赛 碧骨圆杯 都是吓出了这个 很好的一个棋局 对 让我们这些后备棋手 真的是从他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是啊 尤其这个感觉 你这两个炮 威力很大的时候 这走得很冷静 就狙二瓶四桌 对对 我下的十四进五 黑气 马三进 马三进五 又是一部好气 下部炮一瓶五 这个打狙 又这个 蹬着这个狙 所以你两个狙得逃 对对对 你只能狙四瓶二 这么逃 对对 我就是希望先 吊住黑方的八路炮 黑方 炮八进 我只能狙五推一 配方炮一瓶五 又打一下 然后你实际上 走的是狙五瓶八 狙五瓶八 可能你说是 走狙五瓶七 稍好一点是吧 对对对 当时呢 其实我这个走到这里 其实已经 齐局跟这个 之前的这个计划 其实已经有 很大的反差 所以当时 当时时间呢 也比较紧张 当时就判断 却出现了一些失误 这个时候 当时自己感觉呢 可能狙一瓶到 哪一个点 可能都会差不多 所以也没有多一下思考 那上以后来看呢 就这瓶到 这两个点之间呢 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比如说 这个狙五瓶七 那么黑方 还是去走 这个炮五进四 我这个时候 就可以走这个炮六瓶八 炮六瓶八 这样子也是陷入 黑方的四路局 对对对 不让它轻易地出来 对对 而且黑方呢 这个以后 马五进三 也没有这个明显的 这个路 如果实战地 去平了八路 这个马就有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 马神进四的一个点 对 看来这一步平均 这很微妙 对对对 所以你实战平到这儿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实战这个一步平均的 这个一个小的一个错误 你平这儿 然后被人家一打兵 这样子你就 你就牵制不住 人家的四路局了 对对对 这个炮六瓶八也没有用 对对 炮六瓶九吧 人家也可以马五进三 炮上来 对对对 而且马三进四都会点 对 所以你只能走一个 这个 你又走了一个聚二瓶五 对对对 这一道棋 我也是下得非常差 当时这个时候呢 其实发展到这里 觉得有一些吃亏 所以当时希望能够 尽快地去离中炮 或者来进行一个转化 能够希望能够拉长 这个战线吧 但是这个走的 就让黑方呢 有更多的这个机会 来对我进行 弱点来进行一些攻击 这个时候还是应该 选择走这个炮三进一 先算是呢 先保持住这个局面 对 等于就是你的这个二路局 还撑住黑方的八路炮 对对 同时以后有机会呢 可以冰三进一 对 尤其是这个冰三进一 还可以争取打破这个局面 所以说还是可以 就是可以坚守吧 对对对 虽然少个子 但是黑方 毕竟少俩项 有一定的顾忌 所以但是你这个 可能聚二皮五又走得着急 但我觉得刘老师特别老了 就是给我下棋 我当时正好在旁边看 我觉得就一般我们 大家都知道一个理念 就是多子的时候 就一定要简化局面 然后这样不就能够获胜吗 是吧 这肯定是先把炮吃了再说 是吧 就是赶紧换子 但刘老师不 他这点走了一个马七进六 对对 对这一招棋也是下得非常好 对 当时我其实前面也是 就是错误地估计的这一招棋 我当时这时候再续走 这个炮三进一 对 接下来其实这一招棋 刘老师我觉得 这个全盘当中 最好的一招棋 对 就是为什么马七进六 它有一个连续的一个动作 它要走一个近鞠对鞠 对 这一招棋初看是非常危险 因为红方最简单的 站住手段 就可以对掉黑鞠 然后如果鞠 然后把鞠吃了还吃鞠呢 对对 这样可以吃掉黑方的两个鞠 但是呢 其实就是把黑方的这个鞠 向着全吃掉 对 但是从这个棋局来讲呢 也没有太多的作用 因为红方的这个子力呢 都在后面 没有办法跟前面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单鞠配合起来 对 没有办法进成一个立体的一个攻势 反而黑方的子力呢 都处于一个最好的位置 当时 尤其是你这个一路编码太弱了 对对对对 两个炮又没有 没法作战 对 没办法作战 所以这个对鞠是当前本局 特别好的一步起来 所以你也没办法 只能将一军 然后再走鞠武进一 鞠武进一 这样子 然后刘老师 炮武退一 这又是一个继续的一个连续动作 下部准备马六进五打死鞠 对对对 或者马六退七都能打死鞠 对 这个时候我们有办法 只有走这个炮三进三 先敲掉七竹 黑方正好四六进五 然后来马五进七吃你的炮 我这个时候走了鞠八退三 对 鞠八退三 拉住 牵一步 刘老师这个时候走了 这个马五退七对鞠 对 回马对鞠 对 我这个时候先炮六瓶七 杀七 叫杀 就是楚剑 正好可以叫我平六出来 对对对 这个时候当时我对对局面 就是进行了一个错误的估计 加上也没有注意 有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招法 错过了一个机会 从这个棋局来讲呢 我应该进炮将军 将一军 黑方三将 我再走这个炮七退三 等于说你避免跟刘老师 一个交换一个鞠的棋 对对对 他正好没有鞠九瓶四杀棋 对对对 杀棋你炮七这样一将 对对对 把鞠一换 这鞠五退一吃炮 对对 所以说 以后呢再可以炮七瓶三过来 但是黑方鞠九瓶四走不上 可能你以后就平炮过来 对对对 这样棋局呢还非常复杂 对 一时呢黑方有一些优势 但是临场的变化还比较多 对 这个你还可以有混战的机会 对对对对 但临场呢 我是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招法 对 当时你也没有骄傲 你当时一看可能 又想摆脱你的中鞠三路炮的弱点 对对 所以索性你就把鞠对掉 对对对 对掉一踩掉 然后你走了一个 我走了一个冰山静一 冰山静一 这个从最后来看呢 这个是一部败招 这一招其实走完以后呢 就导致这个局面迅速地崩盘 是的 这个说呢还是应该 G五进一 对方马九进七彩炮 然后有一江 对对方上江 G五进四江 上市再G四平三 这杀齐 对 正好推炮守住 再这样G三推一吃掉 黑鞠把这推七 红方呢 现在不能用G 去吃掉黑马 黑方可以平炮过来 是一个G三 对 平炮 炮八平三过来 是个杀齐啊 都用中炮 那这棋等于 黑方也是多一子 对对对 但是红方还是有纠缠的机会 对对对 这样呢 还有比较多的一个变化 对 所以说你就是 全盘措施了 这最后一个机会以后 那就是后面就没办法去 再去守核了 对对对 前面就很难去控制了 所以走 没走出 G五推一这步棋呢 我们来欣赏一下 黑方的入局 红方走冰三斤以后 红方是果断地炮五进一 对 这炮又进了一步 准备G四平七吃足 这是步步这个紧闭样 对 我这个时候在走这个 紧门前去 对 你将了一局 上将 来G五进一 对 你这时候 但是晚了 因为G四平七吃足 正好是叫沙又吃炮 对对对 我这时候没办法走这个 对 G五推三只能吃回来 然后这个 那正好一交换 飞掉 正好被黑方有个 马九进七吃炮 这样子的话就没办法了 对对 少一个子 对这个七句呢 可以说是败局已定 对 那后面的招法 再给大家简单摆一下 对 好 我就跳马 然后G四推炮 然后你落了一个像 落个像 G四炮八平一 对 炮八平一打冰 然后炮七瓶九 G四炮一瓶七 炮一瓶七又一打马 我只能马三进二 刘老师马七八 我只能称四 解杀 刘老师炮七平五 对 我这个时候 我这个时候 走这个马进一 对 刘老师这个时候 也是发现了一个 比较巧妙的一个杀法 走了这个 马五进七 将军 志书你正好不能不是 对对对 你是一将炮五四 对对 也是一个绝杀 我当时选择下下 但刘老师就很简单 那就马八进七 一个绝杀 就这样就是将死了 这棋下的非常精彩 对非常精彩 正特 你这个棋 我觉得你跟 刘老师这盘下 非常精彩 而且在布局阶段 双方也都有一些思议 而且终局 这个一码换俩相 其实也有一些文章可做的 但是毕竟 刘老师经验丰富 对对对 所以说也给我们 大家讲了一下 有时候我们 一些传统的概念 我们是要学习的 但是还是要灵活地 去这个变通 尤其是你一码换俩相 之后的一些招法 对对 这盘棋也是值得 我们这些晚辈 后辈来学习的 对对 我这盘棋也学到了很多 是的 这个非常 非常精彩的一盘对聚 在此呢 也是非常感谢 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持续关注 我们的《相机世界》栏目 好 其友们下周再见 其友们再见 嗯